你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先给你看一下,这里面有空直 这个,这个是2014年第一个行政区,就是松山区 它这个是空直,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继续看 104年的松山区,女生刚刚是男生,这边是女生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空直 好,那请问一下,2014年就有12个行政区,又分男女 所以有一年就有24个空直的地方要改成100岁 好,那我们这样做,选到它,选到整个年龄,然后取代 这个什么都不要打,这个什么都不要打,然后这个取代成100,全部取代 可以吗?知道为什么我刚算给你听那168,就是在讲这件事 它把每一个都塞,就是这样都塞好了 你就再也没有一个空白,好,以上就是整个人口数的计算 我们现在要来去看这个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好,所以画面就用一下咯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重点都是要去讲那个 就是视觉划分期这件事 首先呢,我们先去看单一年的一个人数,人数在各年龄别之间的一个情形 例如说,我们就先看2020年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用插入数秒分期表,确定 我们来看2020年,这个活业步查询就先暂时关掉了 所以在2020年各这一年的一个年龄的分布,所以年龄是我的例 就是从零岁一直放到100岁 然后人口数,我是依照什么?性别 性别来去划分 所以先做出这样很基本的一张表,然后书没有分期,确定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所有等于是说20多年来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全部的资料都放在一起 这样可以了解,可是不可以这样子呈现 我们例如说,我们先看的是2020年这一年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因为我们年是不是只有在这边民国年 所以请在这边请做直选选哪一年?就是109年确定 可以吗?我的意思是说这是第一张图 我们一定是先看今年,对吧?然后你才会想要去比比看说 那前面一年怎么样?所以请你一定要先会做出这第一张图 就是2020年的人口统计 好了,接下来,接下来,画面就使用一下 我们要来去看 各位,这张图,这张图我们上次有讲过 在30岁的时候,30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男女,女生多于男生,后来我去查了一下 这跟死亡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这可能是跟那个就是人口移动有关系 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从69岁,大概这边还是维持平平的,对不对? 这个平平的,这个叫做震荡 所以这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从这个年龄开始,69岁开始 就是从70岁,有看到70是不是下降? 71下降,72,所以代表他已经震荡结束 在69岁,其实从这个66岁开始 他就逐渐在下降 只是这边从70岁下降的幅度更高 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这应该是卫生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观看一下 其实像这都还有在起来 这个我还是觉得可能是跟人口移入是有关系的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这是2020,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想要看各年 比如说2019年是怎么样,2018年是怎么样 所以建议是这样看,先把这个民国拿掉 就是我不做筛选了,不做筛选 这是全部,全部 你有没有发现,全部的话 其实呈现的这个趋势其实都差不多 好,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分析里面的 插入交叉分析筛选器,选到民国年,确定 透过这边来去选,例如说 109年,他就直接画109年给你看 就是2020年,点108年,有看到吗? 他就直接画108年,107年,106年,105年,104年 不晓得各位,我特意之所以会想要这样呈现 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109年,这边这边 这边是相对是,就是比较低的 好了,108,有没有,准备高上去 107,106,105,104,有看到吗? 这边其实是有在改变,有往左上改变 听得懂我的意思,你要去知道大数据的好处 就是他可以让你看到这种移动,改变的轨迹 可以吗?好,然后103,102,101 那如果是大数据工具,他就直接动态呈现 给你看这个结果了,而不是我现在一个一个在那边点 也就是说,86,你看,有看到吗?是不是差很多? 86跟109,有看到吗?同样,这个作标准没有什么改变 好,86,这边,跟109,可以知道 好,这就是台北市人口的一个编年词 可以吗?86,87,88,89,90,91,92,93,94,一此类推 因为到时候我可以用欣赏影片的方式来去看 你看,100年他就这边有高起来 为什么100年那个新生额有增加?听得懂呢? 真的这边他就有增加,好,101,你看增加 102,103,104,5,6,7,8,9,因为我有在录这个影片 到时候我就直接结这一段,变成一个影片的展示 可是,我希望你们去看这一段 从86年开始,这个地方,刚刚这个地方 你看这边,民国86年1997年,有看到吗? 是不是很前面,他就直接这边下降 87,88,89,有没有看到?不断的往右边在推移 请问,这个人口数往右边推移 往年纪越来越大,再增加 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对啊,代表人的寿命在逐渐增加中 89,90,又往右了,91,92,93 我希望我们这个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让你有机会去看到 这个时代整个的一个趋势 就是年纪轻,年纪轻在减少 对不对?这边,整个在往下缩 然后,这个年纪大,再往右推移 对吧? 等下往下去看,结婚,出生,死亡